作曲 四川口 獅子 像中文字幕 教授 《雅人 》 故事比較輕鬆點的漫畫 叫雅人講的 要說 我剛剛提到 這個雅人 妳是直接從 這個 白英文的Danny 般雅 雅剛 然後接上人類 自然雅仁這個字 這個字其實雖然在日本的 奇幻者頂頭常常會用到 說高金是雅仁 幸福顏色不死族 那我想談好 矮仁 矮仁是算雅仁 可是這個字其實在日本的字典有還是 暫時還是沒有的 這算是一個比較宅宅的 比較凸型的字 總之呢 就是這個傳說中和人很類似 但是不是人類的生物 這部漫畫內容就是說 一個人類的老師到了高中就發現 這個學校有充滿了各種雅仁的學生 而且還是美少女 跟老師這樣的故事 我們再看下面 那要說的話就真的就很多了 像是中國的說 東西只要一老就會成精 不管是樹也好 狐狸也好 蛇也好 通常只要年紀大了都會成精 然後西洋有狼人 還有精靈 精靈陣我知道 行萬名會跳出來說 埃洛夫跟小精靈是不一樣的 可是其實他們曾經有一度 是混得非常非常的近的 所以我先把他揮帶一群 當然還有人 這張圖是來自那個 2001太空漫遊的圖片 後面會講的 會花比較多時間講的 亞瑟克拉克在這兩部作品裡頭 都有 2001太空漫遊和同年末日 都有一個概念就是 在人類在外星人的幫助之下 用大躍進的方式的進化 然後徹底放到另外一個層級 像是2001太空漫遊裡頭 那個太空人大衛他 因為接觸了黑石板 所以經歷了非常奇幻的 小說一起的非常奇幻的時空之旅 然後發現了自己已經變成了 高漁人的存在 星空 那在突然末日裡頭 是外星人架的太空傳來地球 然後說個個都不要打架了 然後照著作 他其實也不會干預他 可是就是在干預人類意識 讓人不再 基本上是消除分增 然後逐漸的形成地球政府 最後的陸地是說 人類要跳過這個 所謂童年階段 然後進化成共同意識的能量生命體 這個 也是說 因為有 壞人的幫助之下 所以人類 進行了一次大躍進式的演化 雖然不一定是在露體上 可是 總之就是變成了 又變成了跟其他生物不一樣 它都在上行 所以說 我會覺得說 這個科幻作品 我會想到說 既然 而且這個 他們的這種狀況 有點點像是 基督教的概念 就是 人死了以後 會去神之路 會被復活 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所以當我不能預測說 亞斯科拉克這麼大的 這麼偉大的 科幻作家 心中 心中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可是 可以看出來說 從他身上可以看出來說 對於說 人類會演化 還有人類會往哪個方向演化 這件事情 至少科幻作家 或者說每一個都有一點點 又想要又不想要 然後 然後 2001太空漫遊 會特別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 它被 正確來講 它是跟電影一起拍的 2001太空漫遊 原本是有一次 先是一篇比較短的 叫做前哨的小說 然後 富國立刻 其實是想根據前哨的小說 亞斯科拉克的小說 跟著電影一起進行 這是最後出出的時候 其實好像比電影還賣一點點 那 富國立刻這本 這部電影 在史上會太偉大了 所以 今天也是很難講完 我只能說 真的要自己看 我也有很多地方 我也很難解釋 那也推 很多人都推薦說 小說跟著 小說跟著 電影一起看 這樣兩邊都 這樣兩邊比較容易懂 像是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記得大約有十分鐘這樣子 各種風彩薄幕 各種 奇異的視覺表現 有點抽象 這個部分在對照小說 也就是 大衛穿過所謂的新門 黑色石板 然後開始進入 開始進入 怎麼講 時空 暢游 然後自己 他自己身上也產生了變化 當他 當他結束電腦無塵的話 已經變成另外兩種生物 比較新鮑 然後在電影裡頭 這段就用這種視覺在表現 比起小說有小說有寫距離 東西讓他看到太空船 看到城市 什麼什麼什麼的 可是 電影裡頭 基本 除了最後的房間 以外 他 看了十分鐘這個東西 應該是要解釋說 因為大衛生物在變化 他已經脫離中生了 所以他看到的東西 其實在變化 他變能量體的時候看到什麼東西 變瘋子體看到什麼東西 同事的 莫克洛克 可是因為 艾若伊人實在是過得太好 所以他就退化成什麼 這種混蛋 而莫克洛克人就在地下 中有什麼食物 所以他開始吃 同類相產 後來他這個主食 基本上就是 艾若伊人 就是艾若伊人 那雖然這也是 人類一段進化的結果 可是 應該是並不是一個 一個充 並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 的進化方向 應該是演化方向 那 培立新世界的話 那時候 因為人類的關係關係 那已經可以一出生就 再來是佩泰斯就決定這個未來是什麼 所以 你的兼職在那時候 已經決定好了 當做工人就只有做 管理兼職就管理兼職 你看到這 這兩本書 與其說的從 生物的角度 角度在擔心演化論 在害怕演化 演化這件事情 例如說是 他覺得說 依照社會階級 對人類的影響 未來都會變成 這麼可怕 剛才有 我以前先講到的 就是 這句話是說 這句話以文文來講是 What did that do you make you 原本是 Stronger 更強大 然後少少說 Stronger Stranger 變種人 現在更不怪 不凡變種人來講說 來講 講是兩者皆是 是 我剛才都講到說 不過講到說 這種變種人的概念 如果最初產生 也可以 至少我追到的是 就是漁野代 這本書有雖然沒有 有這本書 1955年出版 雖然沒有提到 Newton 這個字 它里頭講的 就是一群變種人的小孩 它的故事 結構是說 古代人打了 核子戰爭 所以幾乎一切都被毀滅了 大部分的生物 都有一點點受到 履變的影響 所以那個時候的人 試圖辨識 圍不進的 一些有無辨的東西就應該要稍微 所以他們違規了一種非常 教堂式的宗教組織的生活 宗教是在其中的一個小孩 偏偏他就是有無辨的因子 他有心戀感應能力 他在裡頭雖然沒有直接用multon這個字 可是也有用multon在選這個字 來吸引好我們的能力 接下來是 這不是小說 看起來非常吸引人的插畫 那是在雜誌 這時候雜誌 算是科學雜誌 也有一點像我們以前會看到 小白哥也會提到說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未來大家都會穿著 噴一下給我們的衣服 或者說吃個藥丸都不夠飽 現在都知道了 不可能那麼快 那個時候這本雜誌在1953年的時候 曾經在這上面畫出一個說 說因為核子的 和核戰的關係造成了疏變人種 他們會是什麼樣呢 因為他們可能會很友好 還是如果他們會非常的凶惡 服役我們 輕悅我們 這張插頭也是當時以我們的漫畫佳畫的 非常有戲劇性的 在1953年代發生 其實也滿情有可為的 依然是那個時候說過 剛剛前面說過的 遺傳學進展到一個程度 大家認知 但是出爆雜誌也變成很容易取得了 所以他會很快遇到認識 另外一個就是說 差不多曾經被丟過核彈的那些地方的狀況 也多多少也有聞了 過了1955年差不多過十年 該變種也都變種了 所以變種的這個概念會出現在這個時候 應該說意外集中在學世紀這一部 這一部其實不能算是評價特別好的電影 我覺得是因為他的結尾收得真的不好 可是他前面的時候非常令你驚豔 他的概念其實也是 就是當全世界的公園吸血鬼術 可能也就是少數 問題是這個世界的吸血鬼術需要吸血的 全世界的吸血鬼術需要吸血的 人只有一點點 那吸血鬼應該怎麼辦 他又產生了糧食危機 所以在這部之前 前呼傳的世界觀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一開始是說吸血鬼 鬼一開始是 他並沒有講清楚什麼原因造成吸血鬼 可是他說有辦法變吸血鬼了 黑吸血鬼就不會死的 所以要不是就是爭遷口厚去變成吸血鬼 要不然就是強行把你的親人好友變成吸血鬼 因為這樣是不會死也不會生病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就在那種狀況下 全世界變成所有的人之中 有95%是吸血鬼 可以開發人工學 人造學業 也就是要解除夭食危機 是怎麼做都沒有辦法成功 那在開頭這故事進行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個血源的關係 所以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階級 又是階級 階級落差 可以吸血的吸血鬼還保持著飄飄亮亮的 看起來就好像割的 好像割的裝模一樣的 皮膚白白的 眼睛金色的 牙齒有點尖 耳朵有點尖 看起來還蠻帥的 可是如果吸血鬼 這個世界吸血鬼如果沒有吸到血的話 很快就會變成那一種 在古老吸血片 也會毀騙人頭的會長出意來 也會變很醜的頭髮會掉光的 所謂的食屍滾屬狀態 他們有一句中文的名字叫Subsiders 這一種的話 他們也會攻擊 他們為了得到血液 他們也會去攻擊林塞 而那個時候 就那個時候 這些沒有食物的人 沒有食的吸血鬼 他也逐漸失去 因為貧窮而逐漸失去理智 也沒有自救方法 就只能白天躲在地下室裡頭 白天晚上出來 看看能不能搶到一點血等等 主角 裡頭有一段劇情是主角 忽然被一個像這樣子的 食屍鬼話的吸血鬼攻擊 然後他們把他打死了以後 他們把他打死了以後才發現 他發現說 啊這是我家原地 原來他已經這麼 他已經窮成這個樣子了 直到我死了我才發現他 那後來 後來主角 發現了解藥 可是他發現解藥的時候 他的同事也發現了 也已經做好了人工學業 所以他的同事說 不行我要靠人工學業 趴大財 所以你不可以把解藥放出去 這個可以解決糧食為切瘦的 他說如果可以讓我一定要穿進保持 我還能賺到一定的錢 那我為什麼要解決糧食危機呢 那有點可惜的是 後來這個結尾就有點少算了 要不然其實在前面這些地方 都還蠻有意思的 這張海報裡頭的 都要放大以後看不看得清楚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一個一個人 這其實就是 提供學業的工廠 他在劇中 提供學業的工廠 其實也是被一家大企業給保持 所以人都會被送到這個裡頭來收學 收到死為止 有點像是調工廠 例子就只拿第九禁區 第九禁區在客貫的名字中 無限還蠻高的 不過還是得大約講一遍 他基本上是講說 有一群外星人 他們應該是礦工船吧 他們的船在地球上方失常了 所以他們只好降下來 剛好就降落在南非的手路上 好不容易跟地球人有打交道以後 他們設立一個區 讓他們福利住在裡頭 這群他們住在那裡 有單約有幾十萬隻外星人 外星長得有點就像這個樣子 他說有一點像是當地的蝦 所以他們就叫他大蝦 最終有講大蝦這個詞 就跟民歌一樣是一個啟示用語 這群應該說是藍領階級 數十萬藍領階級 可能被藍領階級都還不是 可能應該算是勞動階級 被困在在異星球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救援 大概是比那三十五 挖礦工程被困在地下室好一點點而已 他們就在這邊等了十年 然後一開始 一開始本來還有所謂的人道的團體 也逐漸對方顧問 這個時候 劇中一個專門控管這些事務的公司 這間公司也有點影射現實中的黑水公司 他開始說我們要把這些大蝦 他還移到別的地方去 要把他強行離開地久禁區 所以他就開始去裁大家的房子 也不管天是不是良機 然後如果大家有一個反抗的話 你會開槍馬上殺死 但那個地區因為已經變成一個犯罪窩 所以他好像很有異常這件事情 男主角一開始就是說 男主角一開始是負責執行這件事情的 的忠誠管理員 他其實也不能算是太壞 可是也絕對不是什麼正義之事 而這片他是由裁有一點影像 一半是採用未紀錄片 所以一開始就好像男主角 男主角來拍一個紀錄片 再展示大家 給大家補銷或完成這個工作 男主角的過程中會接觸到某種物質 所以他應該算是基因被大蝦的基因用了 他開始逐漸變成大蝦 而劇中大蝦有很多武器 可是這些武器只有擁有大蝦基因的人才能夠用 所以男主角一下又被抓去實驗室解封了 那後來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請自己去看 我覺得沒有必要全部講完 那這部片的話 大家每一個影評也都會說 他的確是影射太多太多政治的要素在頭的 他有點像是政治預言片 雖然他用的是大蝦 雖然用的是外星人 他講的是難民的故事 也可以算移民 尤其現在歐洲情勢是這樣子 現在看起來會有更多感觸 不知不覺他也會失禮